大家好,今天刚刚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在莫斯科时间 2023年的5月24号早上的5点30分 在伊斯坦波尔北部博斯普鲁斯海峡 那么俄罗斯的一艘军舰编号是18280号侦察舰 伊万库尔斯号 那么遭到了乌军三艘无人艇的袭击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画面 那么三艘无人艇被俄军成功的击毁 俄军的船只没有受损 那么这艘无人艇呢 击毁无人艇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啊 实际上呢,它是俄罗斯的一个巡逻舰 它呢,只装备有14.5毫米的重机枪 和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所以乌军选择攻击它 因为它的整个的防御能力非常弱 那攻击的地点呢,是在 波斯普鲁斯海峡以北140公里 在这儿 那么这一次呢 受到攻击的俄罗斯的巡逻艇啊 它保护的是土耳其西管道 土耳其西呢,是从俄罗斯通往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 它的起点呢,是位于俄罗斯的克拉斯莫达尔边疆去 那通过黑海,终点呢,是土耳其 但是俄乌问题呢,实际上从克里米亚危机开始 俄罗斯呢,希望修建 通过土耳其以减少 受乌克兰影响的 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土耳其西呢,是位于克拉斯莫达尔边疆 那么土耳其西的总长呢 达到了930公里 其中230公里位于俄罗斯的海域 700公里呢,位于土耳其海域 土耳其西呢,越过了黑海 抵达了土耳其 克尔克拉 维泽地区 土耳其西呢,从这个地区呢 分为两条线路 一条呢,经 旅来布尔加斯 到伊普萨拉 另一条呢,则通过土耳其 与保加利亚边境附近 进入巴尔干管道 与巴尔干相连 那么2020年7月20号啊 美国众院以295票支持 125票反对 通过了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 那土耳其西呢,项目被美国制裁 那么俄罗斯侦察发现呢 就在乌军攻击啊 土耳其西管道的同时 在克里米亚方向 克里米亚南部地区 发现了北约的军机 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南 有美国的无人侦察机 RQ-4B全球鹰 这个全球鹰的飞行轨迹啊 给大家看一下 全球鹰 那么这个全球鹰呢 它侦察主要是 克里米亚南部地区 那除了全球鹰以外呢 大家可以看图例 美国的高空侦察机URS 飞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 也出现在了黑海方向 另外呢 有无人机 OVVSRQ-4D 凤凰无人机 也飞越了黑海西南部 那么在罗马尼亚沿海 法国的反潜机 以及英国的RC-135W侦察机 那么也出现在了黑海方向 那英国的这个侦察机呢 很有可能给俄罗斯啊 这次袭击提供相关的坐标指引 因为大家知道 乌克兰现在获得的 攻击型的无人快艇 是由英国方面提供的 那么这个快艇本身呢 是由英军特种部队提供的 特别在黑海的澳加Q方向 所以英国的这个 RC-135W提供了这个指引 进行通讯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方面呢 出动了这个RQ-4B 全球应用无人机 这个RQ-4B呢 那么现在它呢 出现在整个黑海方向 俄罗斯方面呢 认为美国方面呢 要对整个黑海 特别是 克里米亚南部地区进行侦察 俄军现在在克里米亚南部地区 也有军事调动 所以除了对 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个巡流艇经攻击以外 RQ-4B更主要的目标 是要对克里米亚半岛 俄军的整个防御 部署情况进行重新扫描 那么今天呢 普京呢 也在欧亚经济论团全体会前 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举行了会面 那大家知道 卢卡申科呢 相被怀疑啊 他的身体出现问题 那么现在在莫斯科 和普京呢 进行会谈 现在白俄罗斯方面呢 波兰啊 波兰现在公开表示 要在白俄罗斯 发动政变 波兰的国防部副部长 叫瓦尔德马尔 斯克 里普恰克将军 他今天公开表示 我们正在为白俄罗斯 起义做准备 因为它会发生 那波兰的这个 前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啊 我们正在讨论武装政变 我们需要准备好 支持对卢卡申科 采取行动的武装不对 就武装反对派 那这也是首次呢 波兰的高级将领啊 公开表示要推翻 卢卡申科政权 那么今天呢 普京在欧亚经济论坛 也发表讲话 我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普京表示呢 俄罗斯联邦呢 在金融领域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俄罗斯联邦不仅设法适应 而且呢设法 在这一领域 成为领导者 普京呢表示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情景 显然不会成为现实 俄罗斯始终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 对待与所有国家的交往 那么全面履行协议 世界经济只会授予分散的 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 另外呢普京呢 也对北溪二号啊 以及土耳其西 这次事件呢 发表了看法 普京谈到欧洲的能源危机 普京说啊 谁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呢 北溪一号被炸毁 北溪二号目前被关闭 但我们关闭了通往波兰和罗马尼亚 亚马尔欧洲航线吗 波兰关闭了吗 通过乌克兰的两串天然气管道 乌克兰关闭了其中一个 我们通过第二条向欧洲 继续供应天然气 而乌克兰尽管称我们为侵略者 但安全的兑现了过境费 我们充分履行了所有任务 所有义务 乌克兰呢称俄罗斯为侵略者 但同时继续为能源中转而套现 俄罗斯东方普京呢 表示俄罗斯经济崩溃 情景显然不会成为现实 能源价格目前正接近 经济上的合理水平 俄罗斯会继续致力于向本国货币度过 过渡 货币的去中心化将促进进程的非政治化 也就是放弃美元 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总理 米苏斯金正在北京访问 那么这次攻击土耳其西 实际上符合我之前的判断 什么现在俄罗斯在欧洲方向 北溪管道 玻璃海北溪管道被炸 那么只有一条在黑海 通过土耳其向欧洲输起 那么乌克兰就是要切断这条补底 这条俄罗斯的能源管道 如果切断了能源管道的话 那么俄罗斯很难再和欧洲有任何的联系 能源上很难有联系 俄罗斯现在通过远东 通过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包括对中亚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来化解欧洲方面的危机 那么下一步 中俄合作会加深 俄罗斯的天然气最后中只能选择从中国方面进入国际市场 那么不排除乌克兰 包括日本韩国 也说北约这些盟国 会对远东地区俄罗斯天然气管线发动攻击 所以现在实际上对黑海方向的天然气管道的 今天的这个袭击 也说明现在北约方面 对切断俄罗斯能源 现在是非常看重 另外在黑海方向 今天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也逮捕了收集 罗斯托夫地区军工联合体信息的俄罗斯工程师 他实际上被乌克兰的特工服 他收集的实际上就是当地的能源设施的相关的坐标信息 下一步很有可能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能源设施进行打击 他提供了详细的坐标信息 这是逮捕的画面 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呢 制止了一名工程师在杜河畔罗托夫军工综合体 以及一家能源企业非法活动 他们收集的数据呢 从2023年的2月至2023年4月期间 那这名俄罗斯公民 在互联网 与乌克兰国防部军事情报总局的一名雇员进行了通讯 并执行了他的任务 主要传输有关国防企业单位的信息 以及能源的相关设施信息 包括部署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境内的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防空人员以及人员信息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根据刑事诉讼 诉讼法以间谍罪逮捕 俄罗斯联邦法典第275条叛国罪 将对其进行审判 罪名成立 这名工程师将面临终身监禁 乌克兰现在也在收集 在黑海方向 俄罗斯的军工企业 包括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位置 包括防空 防空系统主要是 了解防空人员相关的坐标 然后来勾画未来攻击 罗斯托夫地区相关能源设施 寻找相关的路径 也就是说实际上黑海方向 还是要切断俄罗斯 通往欧洲能源的通道 所以在这我还是提醒中国 中国和俄罗斯加大合作 但是风险会逐渐拉高 因为俄罗斯的主要的外汇收入 现在来看就是能源 俄罗斯要上支撑战争 这个能源它一定要是 大量的进入国际市场 来获得资金 那么中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合作 那么欧洲方向 北约这些国家 一定瞄准了中国和俄罗斯 这条远东天气石油管线 所以未来不排除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会发生恐怖袭击 切断中俄管线 那对中国的能源安全 有巨大影响 那这是今天呢 土耳其西遭到袭击的最新消息 那么后续呢 黑海方向有更多消息 好